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 外鱼飞 又回来时事观察的时间了 上一集说了 因为核飞水打算排下海 引起了大家关注 说下说下 挖了很多其他事出来 我个人认为是好事来的 因为有些事不会无端端来说的 就是因为出了状况 深究起来 令大家顺藤摸瓜 才愈话愈多 今集只是简单讲两件事 与第一节是相通的 就是问一下 为什么美日同盟是打风都打不脱呢 其次 是我们经常说 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 那日本有没有左翼的 这两个是相关的问题 今集一起回答 好 正入正题 首先 左翼 右翼 左派 右派 这些分法可以很复杂的 尤其是欧洲 边来边去的 所以在这里我先做个界定 今集简单些 就是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即一战后的左右之分 不会算到去日本幕府时代了 简然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了四年 在1918年结束 1919年前后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等等的思潮 就进入了中国和日本 1919年的中国 还有五四运动 我们现在说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右翼 相对的另一边 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日本人 他们就代表左翼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 日本的共产党持中国一年 在1922年7月成立 大家不用怕记太多事 今集的内容 只想为大家补充一些面向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到 顺光挂在口边 就是说日本有翼军国主义分子等等 那日本有没有左翼呢 我们要问的嘛 答案是有 刚才说了 在一战结束之后 左翼 就是指信仰共产主义的进步人士 就开始在日本国内发展 成为一个左翼阵营 1919年 日本右翼分子 就针对着他们来打 创立了大日本国税会 是与左翼思潮对着干 平日因为日本 右翼军国主义者 他们发动侵华战争 我们比较知道 日本右翼是什么特点 和有他们的存在 他们以天皇皇室作核心 主张武士道精神 即合格精神 你在现代社会去讲合议 其实是和港教帮派 和教黑社会没什么分别 他们也会用一些浪人 以暴力方式去解决问题 甚至有时会出动武力 去打压左翼运动的 一战之后 被压榨的日本劳工 如果和资方发生糾纷 资本家就会雇用一些 所谓武士浪人 用打烂仔交的方式 以暴力修理那些工人 当中右翼的扩张 就不细讲了 总之他们后来就搞 军国主义 发动战争 去到1945年就战败 战败之后 日本的右翼思想受到重创 我们都知道 二战后 日本是被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军 军事接管 他们注销日本的右翼团体 甚至包括想炸毁了靖国神社 想销毁靖国神社 是另一个故事 我先不拆开了 我以前节目都讲过的 请注意 总之是想大家明白 因为战败 日本左翼思潮 尤其是文艺界以及政治力量 在二战之后 得到了短暂的鼎盛时期 不过日本的右翼 运气真的很好 战败之后 被压了几年而已 一踏入1950年 就发生朝鲜半岛战争 之后世界就进入冷战格局 美国因为要借用日本的力量 反而是压低日本的左翼 扶持日本的右翼 这个是180度的改变 从此右翼团体又被解散 右翼财阀又被瓦解 转移变成为 是被美国大力扶持 日本的左翼 是1945年战后 组党的 叫做日本社会党 日本社会党 一直都做不起个世 一来是因为 它自己本身不断分裂 二来是因为 美国支持反共的日本右翼 于是日本二战之后的政治生态 是以亲美的右翼占上风 而在政坛上 日本社会党在短暂的顶盛期过了之后 长期都只是在野 执不了证 不过1950年代 和1960年代的日本电影 出现了一批水平很高的 反战的左翼电影 回头说回日本的政治生态 当时做过小小的总结 就是因为1950年代冷战结构的出现 令美国由解散日本右翼组织 改变为保护日本的右翼组织 甚至扶持他们接管日本的政坛 不再深惑了 今集只想补充历史和政治上的背景 让大家明白 关于日美安保条约 无论是1950年代的旧版 或是1960年代的新版 都是由美国完全主导内容的 而美日或日美同盟 今天打风也打不脱的 因为日本现时的政治力量 是美国在二战后 出于冷战结构一手扶持的 又怎么会不听话呢 美日同盟是力量不对等的同盟 美国会出于自身利益 而去支持日本一些个别的做法 好像今次 美国支持日本倒些核废水下海 背后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美国一直都知道 日本政客偷偷收了一些核武器的实力 大家都知道 2016年6月 当时美国副总统拜登 在接受访问时就说 日本实际上 他被一夜之间拥有核武器的能力 读完 拜登的说法引来一片哗言 日本官方也即刻澄清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不幸的三一一大地震 令日本政客拥抱的核幻想 又再变成哥斯拉式的大怪兽 以下用小小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在战后曾经短暂壮大的左翼思想 他留下了什么宝负 1950和60年代 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留下了一批很宝贵的电影 这个传统去到1980年代 仍然是零零星星的闪眼 听见朋友 世界很大 知识世界很广阔 以下我用几部电影做例子 让大家感受一下 信息世界有很多值得知道的事 现在网上信息多了 反而对大家的筛选和自制能力要求高了 花时间去看什么 听什么 完全由你决定 好了 以下数几部电影 时间关系只是举一点例子 二战之后 日本左翼偷渡的空间 拍了很多反战反军国主义的电影 当中尤其不要错过 小林郑树 他在1959到1961年拍摄的 人间的条件 是史诗式反战电影的巅峰之作 电影是长580分钟 分为六个部分 小林郑树在1942年 去过中国魏满洲国服役 他亲眼亲身见证了 日本皇军有多残暴 影片透过主角 一个日本平民的眼光 呈现侵略行为 电影的背景是1943年的魏满洲国 举例电影里的情节 包括在荒野上 中国劳工 苦工饥饿地抢饭食 以及日军斩杀劳工等等 非常震撼的场面 情节还包括日军残酷野蛮的军营文化 以及新兵面对不人道的暴行 搞到自己精神崩溃 有人还顶不住了 走入洗手间自杀 小林郑树之外 曾穿宝造 是1965年拍的军宗黑道 都触及了日本残酷的军营文化 曾穿宝造 1966年的赤色天使 就讽刺军国主义的变态 畸形和对人性的扭曲 大家熟悉的黑澤明 在1949年 都拍过《野良犬》 故事是讲述 日本侵华士兵 他回到日本之后 他生命的沦落 我不再数电影名了 我会附一篇文在门尾 叫做 日本反战电影 金与色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最后 再介绍多一部电影 是1986年 红井啟的海和毒药 这部片 令日本影坛震撼 是因为故事 是讲述日本战争的罪行之一 活体解剖 故事是讲述 1945年 有8名美军的飞行员 被俘虏 结果成为 九州大学医学部的 活体解剖试验品 第一个活体 是被截磨了 一个小时 20分钟之后 才死在手术台上 手术期间 残忍的日本军官 不断开玩笑和拍照 甚至将死者的肝脏 放在桌面上 他们就对着内藏 喝酒狂欢 以上都是日本电影 拍得很有深度 也有艺术水平的 一些反战电影的举例 好了 节目结束前就总结 1960年代的前后 在日本和韩国 都出现了 新浪潮电影的鼎盛期 日本在 移战之后的二三十年 经济不断发展 不断壮大 在最富裕 最威衰的1980年代 日本盛行的是 日本言情日剧 日本剧集 1980年代的日本 经济实力甚至大到 被逼签订了 港场协议 令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经济 从此在泡沫化之中 走上了另一条路 好了 今集是借核废水事件 挖出相关的知识和讯息 希望刺激大家 对更多有意义的话题 产生兴趣 好了 第二节的时事观察 到这里为止 我是余飞 多谢收听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